隐身战机格斗导弹挂带方案,在方便发射和持续保持隐身之间徘徊,歼20与F22开关弹舱区别,因世间20开,空弹舱的速度飞快,最大限度保持了隐身指标,因为开弹舱的瞬间,会破坏战机的隐形性能,且对战机机动有一定影响,舱门开关速度快,同时保持飞机的空气动力学相对完整。 最大限度的减少了地面导弹,对J20D雷达横截面的影响,这样可以减少战机暴录时间,防止F117在可所握杯聚,20歼20的测弹舱可关舱发射,经20设计也别聚一格,旋转挂架,可以推出PL10导弹,结构简单,易于实现。 此外,F22的测弹舱门,在导弹发射全过程中无法关闭,而J20的测弹舱将霹雳腹时转速舱外后,舱门可再次关闭,从而减少对战机引行效果和启动外形的破坏,比F22的倾斜挂带发射的离铁管方案好得多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